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7章 立国立民 方敬龙听着杨管事的话 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而且学生在外头 杨管事迟处着继续说 听说此事在士林里已经传开了 不少读书人都对此大为愤慨 所以 方敬龙含手点头 读书人确实惹不起 惹极了会闹事的 杨管事眼睛一亮 忙到那么 伯爷是不是去找少爷说说呀 方敬龙的回答很干脆 不找 杨管事一呆 伯爷 这 方敬龙眯着眼 接着语重心长地说 杨管事啊 你跟着老夫 你跟着老夫这么多年 也知道老夫做人堂堂正正 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吧 你不明白啊 老夫不管 也是为国为民啊 为国 为民 杨管是恶寒啊 还请伯爷赐教 方敬龙瞪大眼睛 你呀 真是糊涂 老夫晓得你是同情那三个读书人 可老夫自己的儿子 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我儿子自生下来 就是海人精啊 你想想 现在不是挺好的 每日待在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只坑三个袖子 虽说这样不好 可总比他成日游手好闲 出了门去闯祸 祸害更多的人好啊 在家里 要害也只害三人 可出了门 到底要害多少人呢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杨管是已经瞠目结舌了 方敬龙叹了口气 继续说 你们读书人不是有一句话 脚意加苦和如一路苦 与其只祸害三个秀才 却拯救万千百姓 与水火之中 这笔账 难道你也算不清楚啊 所以啊 此时老夫不管 三个秀才 确实是可惜了 却是牺牲他们三个 立国立民 岂不是好啊 看问题 不合计较 一人一地的得势 要纵览全局 要高瞻远瞩啊 杨管是居然觉得 自己很发贱 竟觉得博业这番话 有一丝丝的道理 他下意识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嘛 方敬龙叙了口气 现在的生活 老夫已经是很欣慰了 你看 咱们方家的田产 铺子又回来了 不止如此 还比从前翻了数倍 这库房里的银子 更是堆积如山 儿子也不知走了 什么好运 竟还获辞紧腰带 到时少不得 宫中要争辟他 入宫当柴 先从一个亲军武职 做起 不犯糊涂的话 接老夫的班 也是有可能的 说到此处 方敬龙觉得 幸福地想要流眼泪 通红的眼眶 泪水磅礴 忍不住 举起袖子擦拭 这祖宗有德 祖坟冒了青烟 烧了高香 所以 方敬龙绷着脸 三个袖才固然可惜 可为了经师 更多人的福祉 只好委屈他们了 杨广氏自觉讨了个没趣 明明是不好的事情 现在怎么成了 普天同庆了 可他又觉得 有几分道理 连连点头 只在心中 为那三个秀才 莫哀了 欧阳志三人的八股文 已连续做了七八篇 现在只一看 富贵不能 必也使吴送虎 和当今 知识人证这三道题 便直觉犯恶心 可方敬帆 一味说他们文章不好 让他们继续答题 他们也只能 搜长瓜度 一次次想着 更好的破题之法 又一次次提笔 他们一从开始的 内心挣扎 接着心生绝望 最后 索性 此中不怕 开水烫了 折腾就折腾吧 反正荆轲 肯定是要 名落孙山了 只能陪恩师 这般玩闹下去了 倒是这消息 传遍了京师 读书人们 沸沸腾腾腾起来 不少人 为欧阳志三人惋惜 更对方启帆 这等以折磨 读书人为乐的事情 奋之一开 转眼半月过去 历秋时节 天气渐渐转凉 乡氏开始了 一大清早 陛下便摆驾至暖阁 乡氏虽不比会武 却因为这是 选拔举人的途径 对于历经图治 选贤能用的 洪志皇帝而言 自是尤为看重的 他心里颇有期待 很想知道 这一颗北之力 能除多少英才 正因为对乡氏的重视 所以这一次主考官 乃是吏部尚书 王敖 王敖这个人 以京政连剑而著称 还曾做过 洪志皇帝的老师 洪志皇帝对他是 极为看重的 而今他身居高位 何况这吏部 非同小可 吏部的尚书 号称是天官 意思是因为掌管着 天下官员的功考 而已任免 所以乃是最中书的部门 作为吏部尚书 也可见洪志皇帝 对他的信任 不只是如此 王敖的官生皆好 素来为朝野所敬重 在洪志皇帝心里 由他来主持北直立乡事 显出宫中对北直立乡事的重视 今日便是开考的日子 洪志皇帝一到暖阁 那几个学士就已到了 这几个大学士 都是洪志皇帝的公故之臣 从刘建到李东阳 再到谢迁 无一不是当代的名臣 不等三位老臣行礼 洪志皇帝就已是微微一笑 不必多礼 今日是朝廷的轮才大典 朕倒是希望 荆轲各省多众一些巨人 将来他们能如诸公一般 为朕效力 为朝廷奋忧啊 刘建吕须 显得很是感慨 寒守点头说 陛下说的是 自陛下登基以来 优待世人 选贤永能 天下的读书人 恶不是希望能通过科举 而入室为官 为陛下效力 洪志皇帝下了一口茶 一笑 似乎因为刘建说自己宽带读书人 顿觉这几日的烦恼 剧都抛到脑后去了 可这时候 却出现不邪之夜 陛下 臣昨日接到一封 御史的摊河奏书 这不看还好 看过之后 真是忧虑得一宿不曾睡啊 洪志皇帝寻着声音看去 却是内阁大学士谢迁 谢迁这个人和刘建李东阳都不同 刘建稳重 李东阳多知 而谢迁呢 却是善变 还不止如此 但还是一个极恶如仇的起性子 洪志皇帝便笑道 谢迁又来告愚状了 你说说 又有什么烦心事 令你操心了呀 谢迁义愤填膺地说 独产院 北直立科道 御史 临汉奏成 南河伯子 方济凡 平时便放浪心海 欺负良善百姓 军民百姓 敢怒不敢言呢 现在 他更加过分 居然羞辱读书人 让三个秀才 拜他为师 还命他们到南河伯府 自称要亲自教授他们学位 陛下呀 可怜这三个读书人 寒窗苦度了半辈子 眼看相识在即 却因这方济凡 一时的胡闹 而荒废学业 与功名失之交臂 陛下 此事已引发了 士林的不满 不少的读书人 都为这三个读书人搅躯 臣恳请陛下 定要严厉深吃方济犯 拯救这三元秀才 于水火之中啊 洪志皇帝 不禁皱眉 又是方济犯 这家伙还真是上方接瓦 无恶不作呀 说实话 洪志皇帝早就想修饰 这个口称金腰带 竟是铜的家伙了 只是 写签带奏的 乃是御史的弹劾奏书 私下里教训一顿倒是无妨 而一旦因为这弹劾奏书 在官面上做出回应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等于是 直接让南河伯府难堪 何况这家伙刚刚得赐了金腰带 褒奖了他一番 现在若直接申吃 岂不证明自己没有识人之名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禁